Ry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中國人對上不列碟人 這場比賽是KOTD5 沙漠之王 最後的冠軍賽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文明 文明是由Viper玩這個不列碟人 那不列碟人的話他的優勢 一開始是吃氧素是非常快速的 他的弓兵呢 在城堡時代是可以加1射程 帝王時代是加2射程 到了帝王時代 再加上這個銀罐的技術 帝王騎兵 再加上自己的長弓兵的精銳升級 可以高達12射程的弓兵 就屬這個不列碟為最強 那不列碟呢 在城堡時代還可以 蓋TC的時候有半價的優惠 這個木材消耗量非常少 所以他可以更早 開出3TC開農 但是一樣還是要注意這個漏量 很容易玩不列碟的新送門 很容易3TC開下去 然後就斷村了 因為農田都忘記灑 不然就是來不及灑 造成斷村的可能性 是蠻常見到的 後期還可以點這個戰狼號 那這個戰狼號最強大的地方 是他有這個爆炸範圍效果 看起來是命中率100% 實際上實測是100% 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的影片 就是有出現過 這個戰狼號研發完之後 對不動單位 居然打歪的情況 所以我們不能再說 他是100%命中目標 是99% 這世界上沒有所謂的100% 絕對的事情 包括遊戲裡面也是 居然出現這種變動 但也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可能是剛好那個影片 就出現了 這個機率極小的 極小的概率發生的事情 所以戰狼號的話 還是可以把它看成是100% 沒關係 但是我會把它看成99% 還是有那麼最小的機率 會打歪的可能性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對手選的是中國人 中國人這個文明很特別 一開始村民數非常多 但是他的食物會減200 木材也是減50 一開始村民加3 所以現在村民優勢 是HELA會多個一村 那有一些比較厲害的玩家 會甚至多快一到一半 一村半左右 快到兩村 那正常來說 這種比賽應該還是 多一村就已經很厲害了 好 他的這個中國文明 基本上是全能型的 不管是你要打步兵 攻兵騎兵 都是很OK的 而且他還有駱駝可以打 雖然沒有遊俠可以打 但是他這個重裝騎士 跟新騎兵 用起來是蠻實用的 而且再配上自己的 中國聯優 再加這個火箭血 攻擊可以再加2 然後還有大衝車 基本上可以把它當成匈奴來玩 衝車配強奴 衝車配中國聯優 然後再配戰矛 駱駝 擊兵 什麼都可以打 所以中國人來說 在不管遇到什麼情況 都是一個不弱的選擇 但是他的開久非常複雜 不太適合新手去玩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玩 中國開局的話 那記得要先搜寸 然後記得蓋一棟房子 然後把羊放到TC下之後 趕快吃肉 然後吃肉之後 趕快去放山羊肉 進去TC裡面 然後有50肉之後 按下第一村 前期的這個操作 就是這麼的複雜 所以我真的不太建議 新手去玩中國這個文明 好 但真的要玩的話 就娛樂玩也沒關係啦 玩得開心比較重要 好 那黑拉這邊是選擇了三木開 他這一場並不是惡木開 還是他剛剛也是惡木開 他這邊圍完之後才變成三木 OK 那我們能理解 那他的開局方式還是偏向惡木 然後早期吃肉 急速上封建的一個做法 好 那這邊村民宿可能會再多個一村 變成20匹上 這個感覺中國玩起來就沒那麼極限了 上城堡世代的時間 是因為鴕鳥比較玩早到的關係 看起來好像有點像 好 這邊趕快吃肉 上到封建世代的時候是20匹 那這邊MIPER是18匹 那兩邊上封建世代差不多 但是中國卻多了兩村 哇靠 我們剛才說一到兩村 結果他這邊是直接領先兩村 太狠了 雖然時代稍微慢了一點 但也才慢個1-2% 好像沒什麼大礙的感覺 好 那這邊羊吃的有點狸辣啦 但沒有關係 趕快去補一下木頭 跟這個果子 後面的伐木 這個伐木 趕快補一下 不到9個人是8個人 或8到8、9、10 這三個數字都可以 就是不要盡量超過這個數字 因為你超過這個數字 很容易木頭會爆炸量 量會太多 然後導致你的抽菌不夠去灑爐 那我覺得9個人 應該算是中間值是最好的 8個人有時候會覺得太少 好 中國這邊 點下了封建 那這裡還不確定要打什麼 今天均勻也沒有下 現在木頭量也不夠 好這邊先補一個均勻 好 來吧這邊看起來是要打工兵 好 好 那看起來 黑拉可能會下射箭場 然後為死開農 好 這個應該比較適合現在 Viper的一個打法 因為他這張地圖 驚慌在裡面非常舒服 好舒服的 然後後方的果子也是 沒什麼太大問題 基本上不用跟對方硬碰硬 那如果這邊 Viper直接打一個強軍事 開始前期騷擾的話 這邊也很簡單 少量的毛病擋一下就好 甚至也不用按到刺 因為他這個地形 真的算偏好 然後這邊再補個成本 然後這邊直接圍死 你看Viper這邊變成 過去的黑拉 以前都是 Viper是在家裡農 然後黑拉在外面一直晃 一直想辦法打進去 現在角色互換啦 急躁的變成是Viper Viper已經現在輸了四場比賽 再輸一場 這一場再輸掉 就要GG私密打啦 所以他的心態可能出現了一些變化 好 看起來Viper還是有出一點冰的樣子 來看一下Viper出了多少冰 應該是出了四到五隻就會出發 OK 四隻攻冰 這隻應該場完就會出發 好 好 果然 黑拉是打一個偏喔 好 挖一下金礦 這裡一點射箭場都不蓋 太偷了 偷到一個墓形 想進去看一下裡面在幹嘛 直接收村 阻止赤偶進去 好 黑拉的資源量 非常監禁城堡時代 你看 這個不蓋射箭場 偷了這麼多農田 真的是很誇張欸 太過分了 哇 然後Viper這邊攻兵又沒出去 又沒給對手壓力 自己可能也已經停攻兵了吧 等等停攻兵 然後轉農 然後也要打 這個奴兵升級 上去這樣子 好 還是補一個射箭場 OK 射箭場防守 欸 但這邊點城堡時代之前 就先點的這個一級絕金 這個有點微妙 因為這個一級絕金是需要100肉的 點下去的話 升級速度會更慢一點 這個 不太確定 黑拉這 當時的想法說為什麼 要先點這個一級絕金喔 他可能認為自己肉量 一定夠的 但是金礦不夠 這毛兵是不是按太多 是不是可以取消一隻 好 兩邊刺猴附打 黑拉的刺猴血量比較低 好 這邊稍微收吹一下 Solo 可以點下城堡時代 這邊停下來 Viper沒有繼續打 欸 怎麼都按了一存 他幹嘛 沒有下兵工場 幹我就知道 哈哈哈哈 我想說奇怪 他是不是沒有下 我以為他左邊下了耶 結果沒有啊 哇 尷尬 這邊升級時代慢了一點點 但刺頭可能要被換掉囉 再一刀 這邊想要勾引Viper Viper知道這方已經升城堡了 趕快也把自己家裡圍死 Viper這邊出了九隻 九隻攻兵是不是 八隻 看他Viper有多久才會晚上 大概慢30%喔 還能接手 並沒有到非常晚 好 這隻說明出來之後就可以點了 好 這邊以攻兵出發 那黑拉這張地圖喔 基本上就可以算是天圖了 以打分數來說的話就是100分喔 這個不用講 這個太好了 果子也在裡面 金礦也在裡面 小小缺憾是石頭在外面 當然還不傷大洋 因為待會上到城堡室 來提西門外蓋 或是這裡直接拆根建塔也是可以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Viper這邊則是 雖然也算是不錯的圖 至少也有80分左右 但他這金礦偏外側 就比黑拉爛了一點 至少80分 沒有到要滿分 而且他圍的範圍也比黑拉大了一點 畫的資源也需要更多一些 所以這個是一場 80分對上100分的地圖 好 那黑拉這邊升到什麼 但打法應該會偏向你 攻兵開局 那這場比賽 我也不知道結果 到底是誰輸誰贏 然後打法的中間過程 我也不知道 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沒有去看直播 或是去看賽斯喔 我不想被拒透 所以我也只能猜測 兩邊打法到底在幹嘛 好 不列典 外婆這邊 帶我海燒生奴兵 這邊其實 法蘭克 不是法蘭克 不列典可以補一個馬就 然後直接去出騎士喔 因為通常 大家都知道 不列典打工兵的機率很高 應該是有抓到 黑拉這邊心裡 出了一些毛病喔 這邊轉一些騎士出來 是比較好的 但不列典騎士有個問題喔 他是沒有品種的 所以血量來說 會稍微少了一點點 但他有跑速喔 可以跟三級防 所以其實還算蠻能用的 好 這邊工兵 升到奴兵 需要一點時間 這邊三TC 開農嗎 雙TC 地上TC 可能會往前蓋 蓋這個位置或是這個位置 都可以 或是直接開左邊 這邊直接出去開 或是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因為這邊是上坡 上坡是不能蓋TC的 好 果然出了一隻騎士 騎士 騎士直接潛壓 那這邊毛兵就只能回家 那如果這邊反打 升旅一定要出來 招想一下騎士 那這邊vip的工兵已經駐紮 在這邊修造院附近喔 這邊升旅一出來 可能就會被射死 升旅直接找個機會出來 OK這邊躲掉箭矢 OK毛兵直接反擊 升旅直接招想騎士 騎士只能退 不能打 這邊就只能被壓制打 哇還直接被招走 WTF 我是vip我應該沒心態了 居然這樣還能被招走 這一次的比賽 應該是vip 最黑暗的一天了 哇 要再被招一次 快跑快跑 OK這次跑掉 哇 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講了 這一場 vip應該心態蠻炸的喔 那有沒有趕快開3TC呢 完蛋 沒開TC 下方開一個 那要幫他補個大學 不列兵有彈道學的話 非常強 唉唷 這邊直接砸了一個大碗的 這邊大駝的 戰毛兵直接砸死 唉唷還砸掉了這隻 生旅 哇 vip突然 靠一台頭車 打了回來 騎士生旅 戰毛兵 直接解決掉非常多的數量 而且還阻止了黑拉把這個聖物撿走 那家裡要補一下修道院嗎 也開始出一下生旅 但現在出修道院的話 還不如去下大學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應該不太可能這個時間點喔 缺點這個 修道院 那黑拉這邊打得很保守 TC都開在家裡面 砸一發 沒砸到 好出了兩隻刺頭 是要來針對對方的生旅的 好 那看要不要再把一個村民拉過來喔 去來修這個 頭車 好 那vip也是3TC卡農 村民稍微落後一點點 只落後了五村 頭車這邊可以預判位置 要不要砸一下 唉唷差點砸到 直接收進去 好射掉兩片農田小鑽一下 vip第三個TC開在哪裡啊 有點好奇 等一下有空的話回去看一下 好這邊再砸到一座農田 好第二台駝射補路過來 這個vip應該繼續砸這邊就好 他太想砸這些戰毛兵了 這個戰毛兵在調戲他 打到 唉唷可能被換掉 真的不拿村民來修嗎 這個繼續砸這個 就很舒服的啊 其實沒有必要一直去跟對方的毛兵互打 讓對方來說這個TC喔 就會讓他傷到一點經濟 大家可能覺得一直被 毛兵 調戲很煩 小屎 一次元戰毛兵 太秀了吧 黑了啦 哇 開始有點喜歡黑了這個打法 太好笑了 沒想到 前世界冠軍被調戲成這樣子 這是不是改鈔換代了嗎 哇好秀好秀 各種收 砸到了 終於砸到了 那已經 賺了大概十幾發的投車傷害了 要不然這十幾發都砸到這個城中心上 就要花很多資源來修了 甚至已經爆掉了 好那裡面已經在囤騎士囉 雙馬就裡面囤 第三個也補下 好 這邊打算來 騎士爆一波 二房好 瓶種好 就會直接衝出去了 但這時候黑了 並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這個TC能砸掉嗎 這邊想要蓋哨戰 盡可能的看到裡面 但是TC收村 直接射到這個哨戰 沒有辦法 不是收村啊 收戰嘛 沒中 繼續秀 哦 射十一村 但是村民術差不多 但我覺得 VIPER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 裡面騎士數量越來越多 大概將近十村 十二隻 十五隻騎士就可以衝了 好 不過再更保險一點 十七隻是最好 十七隻二死 但是 黑拉等不到那時候 直接十一隻出發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少 這邊頭車砸一發 哎呦 還是砸到一點血量 頭車要是能砸到一個大碗的 就很有機會這邊分兩隊 非常好 這邊還是砸到一點血量 工兵直接撤退 頭車能砸掉很多戰盲嗎 沒有辦法 騎士直接殺了出來 現在頭車直接爆開 努兵直接開始往後拉走 聰明這邊也要撤退 這邊做一個拉打 但是不列的也沒有拇指環 所以這邊射速會比較慢一點 像被追著打 一定應該是會被全部吃完的 這看起來不太妙 好 工兵數量來到了非常少的數量 只剩下十三隻 但對方騎士也只剩下三隻 在正在追擊 後面還有幾隻少量的 想要把這個蓋大學聰明直接全吃掉 哇這個大學沒有蓋好 有點小虧 好但至少這邊騎士全部解決掉 這邊可能要滴大學 滴掉了 好後面再補一個 TC TC只要木材半價非常便宜 這邊可能要再補一些射箭場 趕快來爆一下這個工兵數量 好直接蓋城堡 出長工兵 好這個確實有料 長工優於奴兵啊 但是就是長工的產量並沒有那麼穩定 好賣婆這邊繼續農 村民處來到94對96村 黑拉這邊大軍直接請朝而出 生旅戰矛直接前壓 建一個建築物就差一個 好不照進打得非常的穩定 好這邊能射掉生旅嗎 戰馬有點煩 收一下 好城堡蓋好 長工要準備嗎 還是這裡要買賣一波 唉唷這邊砸一下騎士 這邊黃金這麼多情況下 可以嘗試買上帝王 再馬上帝王經濟會有點慘 因為黃金會花掉非常多 換一個大學 哇城堡沒有出長工 那要怎麼打呢 中國這邊騎士 繼續爆 14隻 中國這邊可以考慮轉一堆戰矛 配騎兵 加上戰矛的路線 喔這裡是不是有洞啊 有欸有洞欸 好白白的工兵 一直在家裡防守 但出量很少 其實他這邊騎士 殺過來很容易就直接掛掉了 好 但這邊黑拉絕對 是想要跟他打農的狀況 這邊還補消彈道學 難道要打一些工兵路線了嗎 直接轉戰矛 硬A 那伯利典打戰矛兵有個細節 就是他可以把這個頭車升級為中頭 長工配中頭其實是一個蠻不錯的搭配 但是很怕對方騎兵 看這騎兵一過來又要直接包抄 哇靠 白白這邊撥 兵可能要全部被吃掉 白白這邊完全沒辦法逃跑 工兵只能眼睜真的全部送光 這裡還沒有展出長長兵的關係 對抗騎士完全毫無招架之力 工兵數量沒辦法累積起來 只單靠一個城堡 似乎是有點難守下這一波的 好這邊黑拉也沒有照鏡 還是選擇撤退 賺到了甜頭就跑 好這裡補下更多試驗場 兩軍營 剩下長陽兵 白白意識到現在他直接衝過來 會直接爆掉 地獄時代是由黑拉性炎發號 村民上兩邊都差不多 這件事經濟五五開的一場較勁 但黑拉這邊分數領先非常多 非常神奇 領先大概1200吧 直接升強弩吧 強弩先升上去 這邊還在弩兵還沒按強弩 資源不夠 這邊可以蓋一棟城堡 當然黑拉也在野外蓋一棟城堡 這邊嘗試想要從外側入侵進去嗎 好這邊重裝騎士已經在升級 三防也點下 這裡騎士殺進去 對於白白可能會被殺個措手不及 弓兵要補到右兵還沒有辦法 而且這邊連強弩的升級都還沒有點下 這邊是先點下化學 這裡可能還要再補一棟房子 去爭取更多的時間 騎士陰砍大學砍爆 直接入侵了進來 但城堡也已經好了 OK這邊把對手 黑拉逼退回去 相當不錯 以照以前黑拉的個性 應該會直接衝進去硬打一波的 但這次的黑拉 非常的沉著冷靜 三死之奴兵 好開始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去換一些單位 強弩 強弩敢不敢點 現在升步兵攻防 我看了好痛苦喔 點個強弩 拜 拜託 好想看強弩 控兵優勢 開始射射出來 射掉非常多的戰毛 但距離偷吃進去開拆 這邊趕快圍個石牆 這邊有點麻煩過不去 這邊過去的話 會不會吃到城堡傷害 騎士趕快圍 欸 對 圍圍圍圍圍 OK 即死圍起來 全靈頭司機也在生產 這裡稍微要反擊一下 這邊把弓兵拉到下方 看會不會直接點射 欸唷 射得到 夠遠了 欸 修得回來嗎 來不及 直接被射掉一排 這邊弓兵直接往後拉 圓正往前 這邊直接遠地開射 不列典長攻的優勢 不是長攻 不列典的弓兵優勢直接打得出來 這邊直接直上擊兵 而且步兵的三房也點好了 但是毒兵還沒有升到強弩 這裡可以賣一點木頭吧 然後點強弩了 哇 先點義勇騎兵 好 這邊騎士直接硬上 這裡不管了 長槍兵數量不夠多 完蛋 這一坨奴兵能守住嗎 可以啦 直接硬上 這裡奴兵繼續往後射 但是這邊佔毛兵的數量實在太多 弓兵數量直接被吃光 黑拉這邊打出非常大的優勢 MIPER這邊打出了GG 哇靠 這邊突然一瞬間就被吃掉了 這個怎麼搞啦 MIPER突然各種被秒殺啊 這個黑拉打法越來越一招致命 他以前都是騷擾打一波 然後把對方打個半死不慘 或者是被對方打個半死不慘 然後自己兵很久就沒有了 但他現在都是知道哪時候該上哪時候不該上 這判斷相當準確 哇 這幾波看一下 黑拉真的是 2023年的四季之神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就要來看MIPER 下半年能不能在一些賽事裡面 把他的這個單挑之神的名稱 再度打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是VIPER這邊牧場 採的比較多 食物輸的非常多 輸的大概四千起跳 黃金採一樣兩邊都差不多 食料的話是黑拉比較多 縱光來講 這個黑拉經濟是贏非常多 雖然中國這個農田有加成 有這個團隊加成的關係 所以農田會比較多一點 你看這個中國這個文明 食物加10% 所以落量版就會多一點 但是這邊黑拉搭配很好 戰毛兵配上騎士 騎士確實讓 MIPER這邊奴兵 會沒有辦法那麼好發揮 坦度夠 而且後面又有戰毛 基本上打什麼都有點坦 而且只要 情況OK的時候 直接進去裡面 一波帶走 這些工兵的話就沒問題 畢竟我們常常在講 不列顛的最大問題就是 他的正面硬扛的 能力是不太好 因為沒有拇指環 射速很容易射輸人家 雖然射程有優勢 但是只要一打正面的話 沒有足夠擊兵 扛住正面騎士的話 常攻兵跟奴兵 還是很容易被吃光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很感謝各位 把這五場比賽也看完了 這次KOTD5的比賽 真的是打得非常漂亮 還有很多精彩賽事 會在日後再慢慢推出 冠軍賽會比較緊急一點 因為是昨天剛比完的比賽 所以我還是把今天 一次影片出一出 讓大家看一下冠軍賽 打得如何 好啦那我是Leo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